欢迎大家收看科技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特斯拉准备好了迎来550%的涨幅 基因经理对抹去的损失毫不在意 华尔街解放量化交易员 争夺私募市场的亿万美元 英特尔股价暴跌 芯片制造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 落后于PC市场的困境进一步加剧 AI新闻播报员能信任吗 办公室中的VR再次来临 请大家收看 特斯拉准备好了迎来550%的涨幅 基因经理对抹去的损失毫不在意 彭博社 基金经理大卫 巴伦压住特斯拉会遇到一段坎坷 预计该公司的股价到2030年将达到1200美元 较目前水平上涨550% 尽管特斯拉最近宣布 今年扩张速度将明显降低 巴伦预计特斯拉股价在12个月内将达到约300美元 巴伦认为特斯拉强大的品牌是股票增长潜力的原因之一 华尔街解放量化交易员争夺私募市场的亿万美元 彭博社量化分析师或者称为量化交易员 正越来越多地被资产管理公司聘用 已在私募股权和信贷市场中寻求优势 传统上由于缺乏可以建立模型的数据 系统性参与者在私募资产方面并没有参与度很高 然而随着私募市场的不断增长 公司正在发现数据科学在这些领域的新用途 量化分析师被部署用于评估外部经理的能力 指导二级投资 并确定能够产生超额收益的行业或领域 黑市集团已经建立了一个模型 用于识别成功几率最高的后期风险投资 而Iris Management则扩大了其量化团队 以帮助解释投资绩效并确定哪些公司值得会面 尽管数据科学在私募市场中有潜力 但这些领域的复杂性和变化性 意味着量化分析师不太可能超过人类的辅助角色 然而公司仍在聘请数据科学家来帮助投资组合公司分析趋势 绘制市场图景并确定潜在交易 英特尔股价暴跌 芯片制造商在人工智能竞争中落后于PC市场的困境进一步加剧 加拿大环球邮报 英特尔的股价下跌超过10% 此前一季度收入展望暗淡 凸显该芯片制造商在人工智能竞争和个人电脑市场需求疲软方面的困境 这一预测对包括英伟达、高级微设备、高通和美光科技在内的其他芯片供应商产生了压力 分析师们认为 英特尔在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竞争中落后 并且人工智能增长的缺失预示着该公司将再度经历一个过渡性的年份 然而,一些分析师对该股持乐观态度 称该公司从长远来看仍有望从其人工智能赌注中获胜 AI新闻播报员,能信任吗? BBC 初创公司频道已正在开发一项利用人工智能AI生成新闻主播的新闻服务 AI生成的主播将呈现针对个别用户定制的新闻 频道一是几家利用AI开发新闻主播的公司之一 其他公司,包括希腊的赫尔莫斯和韩国的在人 开发,AI新闻主播正值对人类新闻主播的信任达到历史最低水平之际 英国只有42%的人信任电视新闻播音员 虚拟社交关系,即观众认为新闻主播在直接与他们交谈 是社交媒体影响者受欢迎的关键 然而,AI能否复制人类主播的个人联系上有待观察 频道一的首席执行官亚当·莫桑承认 AI永远无法取代与人类的联系 但他认为人们不再寻求公正 技术的批评者还指出 AI将难以找到有新闻价值的事件 并在没有人类记者参与的情况下进行报道 办公室中的VR再次来临 BBC 扩展现实XR技术,如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OR 尽管未能像预期的那样彻底改变知识工作办公室 但在现代混合工作场所中可能发挥一定作用 XR在培训方面取得了成功 使用VR学习的工人所需的时间仅为传统课堂培训的四分之一 普华永道的研究显示 使用VR学习的学生在应用锁学技能时更有信心 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在虚拟环境中进行实践 XR还被用于改善会议 提供无干扰的环境 并允许用户读取彼此的肢体语言 然而 普及XR仍面临一些障碍 价格仍然是一个问题 头戴式显示器对于较小的公司来说 往往过于昂贵 无法投资 舒适度也是一个问题 用户发现 长时间佩戴头戴式显示器令人不愉快 有些人还会出现晕眩感 对于XR对人类的影响 以及其在日常办公中的潜力 人们仍然缺乏理解 目前 公司将XR视为现有视频会议和消息平台的补充 学校中的人工智能 V与B 德国之声 本文讨论了AI工具 特别是ChatGPT在教育中的作用 他强调了批判性的质疑人工智能的优势和劣势 以及学会如何有效使用它的重要性 文章还提到了对儿童来说 学会手写的好处 因为它对协调和大脑有积极影响 此外 文章还谈到了大学考试压力 以及在面对失败时坚韧不拔的重要性 瑞安航空考虑强制飞行员休假 以避免夏季紧张局面 彭博社 瑞安航空要求飞行员在2023年第一季度强制休假一天 以确保在繁忙的夏季旅游季节期间有足够的员工 这家廉价航空公司表示 他们需要在1月至3月期间的排班中分配休假日 因为发现已经分配的休假不足 瑞安航空敦促飞行员自愿申请额外休假 以避免被分配休假日 然而 瑞安航空跨国飞行员团体批停了这一举措 认为这表明存在飞行员短缺和对飞行员的不重视 夏季对航空公司来说是关键季节 因为这是航空公司从度假者那里赚取最多钱的时候 南卡罗来纳州议员的儿子在网上被勒索后去世 现在他正在起诉Facebook母公司 雅虎 南卡罗来纳州的一名议员对Facebook及其其他平台背后的Meta公司提起了诉讼 原因是他的儿子在一起网络性敲诈事件后自杀身亡 周议员布兰登 谷飞控告这家社交媒体巨头 未能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络性侵犯者的侵害 谷飞的儿子嘉文在2022年去世时年仅17岁 诉讼声称Meta公司通过欺诈手段 推销令人上瘾和危险的社交媒体产品 针对的是未成年人 Meta公司还面临其他诉讼 指责该公司对未成年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了下降 通胀在12月进一步放缓 经济软着陆进一步显现 美联社 美联储首选的通胀衡量指标个人消费支出PC物价指数显示 从11月到12月价格仅上涨0.2% 与疫情前的水平基本持平 仅略高于美联储2%的年度目标 与去年同期相比 价格上涨2.6%与上个月持平 在排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波动的情况下 价格从月度来看也仅上涨0.2% 这些数据表明 美国经济正在实现软着陆 通胀回落到美联储的目标水平 而没有出现经济衰退 地区银行股票可能再次陷入困境 CNN 尽管银行危机的最糟糕时期已经过去 但美国地区银行股票仍然表现不佳 2023年硅谷银行和Signature银行倒闭后 地区银行股票陷入困境 随后存款出现大规模撤离 顾客撤回他们的资金 认为他们将无法履行存款 而高利率威胁到地区银行的底线 北端私人财富的首席投资官亚历克斯 麦克格拉斯表示 美联储决定关闭地区银行的救助计划 这意味着利率削减可能会在3月份开始 入电行窃焦虑在一些大城市是现实的 彭博社 据彭博社Bloomberg Opinion报道 美国一些城市的入电行窃率有所上升 但大多数城市却没有上升 虽然国家统计数据显示有所下降 但一些主要城市报告了显着增长 例如 纽约市的入电行窃率从2019年到2022年增加了75% 然后在2023年下降到仍比大流行前高出61%的水平 同样 从2019年到2023年 费城的入电行窃率增加了108% 洛杉矶增加了79% 波特兰增加了46% 休斯顿增加了13% 然而 联邦调查局对2022年美国入电行窃率的估计比2019年低12% 文章指出 尽管全国范围内房价有所下降 但在房价急剧上升的城市 入电行窃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报告还指出 近年来 在暴力犯罪激增的情况下 在面临警察人手短缺的城市 入电行窃可能被低估了 马克龙将拉拢中产阶级 因为极右翼的恐惧加剧 彭博社 彭博社观点专栏作家莱昂内尔 洛朗·莱诺洛罗恩表示 德国和法国极右翼支持率上升是 由于对通货膨胀 贫富差距和移民的不满而推动的现实 在法国 玛丽纳 勒庞 玛琳·Lupin的国民联盟 Rassemblement National预计将在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名列前茅 洛朗建议 领导人必须以政治而非道德的反应来回应 包括努力赢得中产阶级的支持 并解决减税 教育改革和住房短缺等问题 他还表示 迫使反移民政党在具体政策上露面 可能会导致选民三思而后行 Media Pockets Now 16C的Chris Dickson 捍卫加密货币和HackGPT 纽约时报 最新一集的硬分叉播客 讨论了最近新闻编辑式和出版商的裁员浪潮 因为技术平台 广告市场和人工智能 重塑了互联网 主持人凯文 罗斯 凯琳 Ruth 和凯西 牛顿 Casey Newton 探讨了媒体行业所面临挑战的潜在解决方案 他们还采访了Andreason Horowitz的合伙人Chris Dickson 他讨论了区块链技术的未来以及该行业出了什么问题 这一集已一轮HackGPT结束 主持人讨论了最近的科技头条新闻 包括一篇有争议的Lintedin帖子和挑战他们现实感的AI测试 微软达到3万亿美人的市值 不仅仅依靠Windows 彭博社 微软已加入3万亿美人俱乐部 成为继苹果之后第二家实现这一目标的公司 iPad的成功使微软的平板电脑努力付诸东流 但实际上也是公司复苏的一部分 首席执行官萨迪亚 纳德拉知道将微软的产品放在任何地方都很重要 转向软件及服务模式 这成为了行业的常态 公司最新报告的季度显示 没有任何单一产品或服务 占据其总收入565亿美元的40%以上 Azure云业务带来了230亿美元的收入 市场活跃股票 周五的交易情况及原因 加拿大环球邮报 美国运通MX预测2024年的利润将超出预期 推动该公司股价上涨 这家信用卡巨头还报告了2023年创纪录的收入 而许多分析师担心 这一年可能带来衰退并削减客户支出 由于其富裕的客户群体 对通胀和利率上涨不太敏感 MX能够比一些同行更顺利地应对金融环境 然而 由于利率上升带来的违约风险增加 该公司在第四季度提高了贷款损失准备金 仍需谨慎对待 尽管克莱格宗缆 Colgate Palmolive预测2024财年销售额低于预期 但该公司股价上涨 其口腔和个人护理产品的价格上涨 继续对销量产生压力 这家牙膏制造商预计年销售增长率 将在1%至4%之间 低于分析师平均预期的3.55% 其他消费品制造商 如宝洁和金百利 也指出随着客户消化更高的产品价格 销量较软 然而 克莱格宗缆在第四季度超过了华尔街的预期 受到拉丁美洲和欧洲的强劲需求 以及北美销量的复苏推动 英特尔、Intel的股价 在该芯片制造商 发布了暗淡的第一季度收入展望后下跌 该公司一直在努力应对传统计算市场的不确定需求 并在人工智能、AI竞赛中迎头赶上 英特尔的预测比预期更糟糕 预计当季收入将超过市场预期低20亿美元以上 该公司的芯片通常与英伟达的AI芯片一起使用 但英特尔在AI专用芯片市场上尚未具备竞争力 根据LSEG数据 该股票的交易价格约为其未来12个月的盈利预期的28倍 而AND为45.08倍 英伟达为近30倍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近的一些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特斯拉的股价可能会上涨550% 基金经理大卫 巴伦认为特斯拉的品牌实力是其增长潜力的原因之一 不过 特斯拉最近宣布今年扩张速度将明显降低 这可能会影响其股价的表现 另外 量化交易在私募市场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许多公司正在寻找数据科学在这些领域的新用途 尽管量化分析师在评估能力和指导投资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 但私募市场的复杂性和变化性意味着人类的辅助角色仍然不可或缺 英特尔的股价下跌超过10% 这是由于该公司在人工智能竞争和个人电脑市场需求疲软方面面临困境 尽管如此 一些分析师对该公司的前景持乐观态度 认为他仍有机会从人工智能领域中获得成功 还有一则关于人工智能新闻播报员的消息 初创公司正在开发一种利用人工智能生成新闻主播的新闻服务 尽管人工智能可以定制新闻 但在建立与观众的个人联系方面 它是否能够取代人类主播还有待观察 此外 虚拟现实技术在办公室中也有应用 它在培训和会议方面都有一定的潜力 然而它仍然面临一些障碍 如价格昂贵和使用过程中的不是赶等 在教育领域 人工智能工具的应用也引起了一些讨论 人们对人工智能的优缺点进行了批判性的思考 并强调了学习如何有效使用它的重要性 还有一些其他的新闻 我们一起看看吧 总的来说 这些新闻反映了不同领域中的一些趋势和问题 无论是特斯拉的股价预测还是私募市场中的量化交易 还是人工智能在新闻和教育中的应用 都体现了科技和数据在不同行业中的重要性 同时 我们也看到一些挑战和困境 如英特尔在人工智能竞争中的落后和地区银行股票的困境 这些新闻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机会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观点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谢谢大家收看 我是六博士 期待与大家下次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册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认为了